中央先前编列了前瞻运算总共是155亿元 来补助电信业者建设5G的基地台 NCC主委陈耀祥今天再度到立法院备巡 针对5G宽平消费申诉居高不下 以及如何涵盖和强化偏箱5G报告 陈耀祥强调目前人口覆盖率已经达成了85% 进度是大超前 但是有委员质疑偏箱进度不够 也当场要求NCC别忘记继续加强 NCC立冲5G涵盖率 民进党立委陈明文先替加异来争取 目前台湾5G建设进度 用户数截至今年8月来到363.9万 约占行动宽平用户数12.3% 至于基地台则建设20369台 9月底人口涵盖率来到约85% 但许多消费者投诉 通信品质不佳或是费率太高 将是5G普及化最大挑战 说资费是一个议题 资费还是一个重点 现在出到宝是1399 原来世纪用户当然是不能接受啊 因为我们世纪很成功 那为什么没有吸引力 世纪那么强 那你会不会这个时候弄5G 5G有什么东西可以吸引我 他才会去换吗 尤其偏乡地区能否享受5G高网速 同样成为最大问题 这就是你NCC放纵 先前中央编列前三共155亿元预算 补助电信业者做5G基地台建设 NCC也报告将会沿你制定 5G卖入虚拟化网路量测架构 预计先在六大都会区域 办理小规模测试 就是希望电信网路基础效能 能够符合5G效能 与网路品质 接着我们下午相三 台报道